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旧金山市议会议长London Breed打败强劲对手 前州参议员Marco Leno 成为旧金山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名选非一女市长 这次的市长选举竞争激烈 London Breed和Marco Leno的票数差距不到500票 London Breed的得票数是94,771票 Marco Leno的得票数是94,273票 Bree以不到500票的纤维票数领先Marco Leno取得市长宝座 两个人的得票数只相差0.26个百分点 London Breed接下的是已故市长李孟贤剩下的市长任期 所以他的任期只有一年半 明年11月将会再度举行旧金山市长选举 当选人的任期将会围棋四年 另外一个让旧金山人热血沸腾的竞赛 荆州勇士队Golden State Warrior成功拿回NBA总冠军奖杯 在四年内三度夺冠 让球迷欣喜若狂 勇士队打赢胜仗荣药归来之后 在Oakland市中心举行大游行庆功 数百万名球迷从四面八方赶来热情参与 荣获两届MVP的明星球员Stephan Curry 今年虽然再次和FMVP擦肩而过 但是在球迷心中 Curry依旧魅力十足 游行当天他捧着总冠军奖杯出现 引起球迷疯狂尖叫 Curry和去年一样跳下游行车队 走进人群和球迷一起狂欢 开香槟庆贺 他还特别举起三根手指 象征勇士队四年三冠的好成绩 他沿途飞奔和围墙外的球迷 一一击掌让球迷害翻天 在球场上表现同样亮眼 蝉联FMVP的Durane也出现在游行队伍 勇士队未免 Durane立下不可抹灭的汉马功劳 去年勇士队夺冠之后 Durane牺牲了900万元年薪 让球队有足够的薪资空间 留下老将Livison和Iguadala 各界纷纷预测 勇士队今年铁定要缴纳超级奢侈税 所以即使Durane自愿降薪 勇士队也不会有足够的薪资空间 所以Durane的铁定会跳出合约 和勇士签下定薪合同 勇士队经理已经公开表态 会满足Durane续约的所有要求 希望将Durane长久留在勇士队 目前勇士队有7名自由球员 因为薪资空间有限 McGee和Link Young等人可能离队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